牛排在肩盤上子子作響 很多人選擇鐵板料理 是因為師傅就在客人眼前準備餐點 但卻有民眾在網路PO文 新北市板橋之間鐵板燒師傅 做完料理不是直接端給客人 而是先拿給一旁攝影師拍照 臉書寫下主廚上餐前 一道道拿去給部落客拍照 任由對方評論擺盤 甚至直接用手觸摸餐點 可能他們也誤會 是直接用手去觸摸 可是那道餐並不是他們的 才剛重新裝潢開門營業 粉絲專業已經被網友灌爆 上面踏伐聲浪不斷 有人認為付錢吃到冷掉的食物 根本是餐飲業的大忌 也有人說實在無法接受餐點 經過觸摸才上菜 直呼又夠誇張 餐廳主廚承認疏失誠心道歉 但也強調事後 都有打電話及傳簡訊給當事人 表示要退錢並當面道歉 但並沒有得到對方回應 主廚也保證不會再有 類似情況發生 希望能平息眾怒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 歡迎的臨時 請開始